音乐响起,站在舞台中央的女孩眼睛一闭 当她再次睁眼,却发现已经来到另一个世界 此处冰封千里,白雪飘飘,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个拖着长刀高大威猛的武士,火花带闪电来到她的跟前 一脚就把她踹进前面的宫殿 紧接着另一个大家伙更是不讲武德 恐怖的加特林喷射出致命的火焰 强大的武器直接扫断了宫殿的柱子 究竟是因为什么导致她们要对这个青春美少女痛下啥手呢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动作奇幻冒险电影 美少女特工队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女主杨娃娃是一个金发碧眼,气质如蓝的美少女 一直以来与母亲妹妹和继父生活在一起 然而在一个雨夜,杨娃娃的母亲突然不明原因去世了 葬礼上,杨娃娃姐妹二人伤心欲绝 但是继父却在暗自窃喜 因为妻子死后,她顺理成章成为财产继承人 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妻子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两个女儿 这使继父恼羞成怒 并准备对他们实施暴力 杨娃娃被继父反锁在屋内 转身向妹妹的房间奔去准备施暴 她害怕极了 于是顺着窗外的下水管来到外面 随后不知在哪找到一把手枪对准继父 然而就在她朝继父开枪的时候 却不小心误杀了妹妹 杨娃娃悲痛欲绝 随后哭着跑开了 可继父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竟然打电话叫来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们 将杨娃娃强行带走 这个地方虽说叫精神病院 实际上却是个巨大的成人会所 他们四处网络妙邻少女 并让葛夫人教他们舞蹈 以此取悦那些妖缠万贯的富翁 和手眼通天的政要谋取私利 按理说 一般病人入院 除了要有家属签字 还要做精神见顶 可杨娃娃那个人面兽心的继父 撒谎技术一流 她跟警察说 杨娃娃妈妈的离世 让她大受刺激 最近脑子出了问题 变得暴躁异常 甚至开枪射杀了亲妹 所以没办法 才把她送来精神病院 继父为了让杨娃娃 彻底变成一个真疯子 给这里的主管蓝老 塞了厚厚一塌钱 在这里 杨娃娃将在五天后 做切除前额脑叶手术 到时候 她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白痴 而继父也就能顺理成章 继承母亲遗产 五天后 杨娃娃被带到手术室 医生走过来 拿起手术刀正准备下手 画面一转 进入一个夜总会 美少女小甜豆 也在做同样的手术 不过她这是在彩排节目 此时小甜豆非常不爽 她生气质问葛夫人 自己为什么要扮演 植物人脑叶切除术 就在此时 蓝老和神父带着杨娃娃过来 把她介绍给小甜豆 原来 这是杨娃娃幻想的世界 在这里 继父变成了神父 而蓝老变成了夜总会老板 葛夫人则变成了这里的老宝 小甜豆向杨娃娃 推荐了自己妹妹火箭女 于是 火箭女就带着杨娃娃 熟悉这家夜总会 火箭女表示 她们是这里的最佳女主角 夜总会只是幌子 她们的主要工作 是用来取悦那些 手眼通天的正妖 和妖缠万贯的富翁 随后她们来到舞蹈室 火箭女 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好友 虎珀女和不女郎 在这里 众多和杨娃娃一样的病友 成为了舞女 她们终日练习舞蹈 招揽客人 不过 面对杨娃娃这个角色 蓝老另有安排 她打算在未来五天内 对杨娃娃展开突击训练 学点能够迷倒男人的舞蹈 这样一来 待五天后 贵宾浪子来玩时 蓝老就可以将杨娃娃送上 狂数票子 可夜总会里 条件非常恶劣 杨娃娃 与大家总是吃不饱 穿不暖 这天 火箭女恶极了 来到厨房偷吃巧克力 却遭到恶厨大胖殴打 并对她欲行不轨 危机时刻 听到打斗的杨娃娃 及时赶到救下了她 这令火箭女对她刮目相看 这天 为了测试杨娃娃的舞蹈天分 蓝老与葛夫人硬逼着她 在众人面前即兴表演 但随着音乐声响起 杨娃娃把这场考验 想象成一场抑郁冒险之旅 画面一转 她已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 白血挨挨 北风萧萧 杨娃娃一脸茫然 面前是一座古朴的宫殿 宫殿正中 坐着一位慈祥的老者 老者好似知道 她想要的一切 抑郁道破杨娃娃的困境 她要自由 随后拿起一把宝剑提醒她 一旦拿起武器 就要展开旅程 没有退路 杨娃娃没有犹豫接过宝剑 离开前 老者告诉她 想要自由 需要集齐五样东西 一张地图 火 刀子和一把钥匙 第五样东西是一个谜 当你解开谜底的时候 它就会让你自由 杨娃娃还没有想明白怎么回事 陈后三名身穿铠甲的武士 已经等候多时 其中一个拖着长刀 高大威猛的武士 来到她的眼前 还没等杨娃娃反应过来 就被一脚踹入宫殿 毫无战斗经验的杨娃娃 被打得节节败退 每次都会被力大无穷的武士击飞 但最终 还是凭借灵活的身体 把武士斩杀 可还没等她松一口气 冷兵器对热兵器 想要取得胜利 就必须尽身 杨娃娃三步兵做两步 将宝剑扔了过去 抓住武士躲避的空档 一个飞身来到跟前 踩着还在冒火的加特林 对着她的脑袋就是几枪 身后宫殿轰然倒塌 还剩最后一个敌人 她捡起自己的武器 蓄势待发 在武士冲过来的一瞬间 直接弹射而起 一击秒杀 回到夜总会 杨娃娃华丽自信 跳完一曲 赢得众人的赞美 其实 女孩们没有一个 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逃离这里 随着彼此的了解 她和火箭女小甜豆 琥珀女和布女郎 成为了好朋友 她们五个组成了联盟 决心一起逃离这里 杨娃娃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她们需要用火制造混乱 分散兰老等人的注意 地图创造逃生路线 刀用来应对突发情况 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 可以打开每一扇门 而想要拿到这些东西 就需要杨娃娃出面跳舞 迷惑她们 她的舞蹈能够使人迷失自我 小甜豆趁着拦牢 看杨娃娃跳舞 去偷地图 杨娃娃这边 在音乐响起的时候 再次陷入抑郁冒险世界 这次杨娃娃和她的姐妹们 组队来到战场 她们的任务 是在一个长官的带领下 跨越三不管地带 闯进敌军战壕 从敌军指挥官的碉堡里 抢夺一份德军战地地图 送到友军手里 指挥官给他们提供了 先进的战斗机甲 由精通驾驶的琥珀女操作 可没想到 德军早已掌握了黑科技 能够使用蒸汽与发条 让士兵起死回生 只是他们看起来凶猛 可如果受到重创 还是会死掉 琥珀女驾驶战斗机甲 直冲上天 为几人提供火力援助 四姐妹在地面勇猛杀敌 他们武力只爆表 很快就杀到了敌人指挥所 可就在这时 通讯兵带着地图上了飞艇 本以为任务就要失败 可令一个德军小兵 拿了一个机关炮 杨娃娃直接射杀小兵 抢下机关炮 对着天空就是一顿扫射 很快飞艇被击落 通讯兵掉落下来 杨娃娃顺利拿到地图 伴随着音乐声停止 蓝牢彻底被杨娃娃的舞蹈征服 而小田豆也顺利拿到地图 火就由虎珀女搞定 前来看表演的市长是一个老眼鬼 在他身上必然长期揣着打火机 而在他看杨娃娃跳舞失神的时候 虎珀女来一个顺手牵羊 这次舞蹈对杨娃娃又是一大难关 来到舞台中央 再次进入幻想世界 这次的任务是杀死恶龙 他们来到一处恶龙巢穴上空 长官打算让他们割断幼龙咽喉 找到两块水晶相互碰撞 点燃最灿烂的烟火 虎珀女驾驶战机 将他们送到任务地点 在这里将进行一场人与兽的血腥厮杀 姐妹几人相互配合 很快就闯到巢穴里面 可令几人没想到的是 在刺死幼龙的时候 这小家伙拼命好叫 以下就惊动了巢穴内的母龙 狂喷烈火 几人慌神了 他们边打边退 虎珀女利用精湛的飞行技术 把母龙引到城门 而养娃娃则着准时机 一个华丽跳跃落到龙头上 只用一刀就将这个旁人大物轻松干掉 显然随着母龙的死 第三个任务也顺利完成 给市长这个老家伙看得目瞪口呆 同时 虎珀女也顺利拿到打火机 然而 就在他们拿到这两样道具 开心庆祝的时候 蓝牢好像有所察觉 他把所有舞女召集到一起 严厉警告他们最好不要乱来 蓝牢走后 几个女孩产生了分歧 他们知道蓝牢这个疯子心狠手辣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小甜豆想要放弃 杨娃娃和火箭女坚持 因为他们再也不想任人摆布 虎珀女没有主见 布女郎太胆小了 她害怕的哭了 刚好这一幕被葛夫人撞见 在她的软硬尖尸下 布女郎把他们的计划合盘脱出 恰好被路过的蓝牢听见 杨娃娃这边 姐妹几人为了拿刀来到厨房 基本还是老套路 音乐一起 杨娃娃再次进入幻想世界 这次的任务是潜入一辆被劫持的火车 除掉里面的机器人拆除炸弹 将其带走 可是这次任务失败了 不仅炸弹被当场引爆 就连火箭女也葬身火海 幻想世界看似独立 实则与厨房相互联系 与此同时 厨房里流出的水导致播放音乐的收音机短路 音乐停了 厨师瞬间反应过来 刚好看到小甜豆在拿刀 恼羞成怒的厨师 迅速抽出一把刀向小甜豆刺去 关键时刻 火箭女替小甜豆挡了一刀 当时就弃绝身亡 众人来不及伤心 蓝老就气势汹汹撞开大门 他已经知道杨娃娃的整个计划 但是他很不喜欢叛徒 于是一枪干掉了布女郎 可是这还不够 回身又给了虎婆女一枪 如果不是杨娃娃和小甜豆还有些用处 也是难逃厄运 杨娃娃既然事情已经败露 只能孤注一掷 他趁机朝起桌底下的刀 一刀刺中蓝老的肩膀 并顺势夺下钥匙 随即和小甜豆放了一大把火制造混乱 然后拿着钥匙打开层层大门 计划非常顺利 可就在离大门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一群保镖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杨娃娃突然明白了 老者说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了 那就是牺牲 或许只有牺牲自己 才能为小甜豆赢得一线升级 于是他义无反顾走了出去 却被门口的保镖一拳打晕 小甜豆则成功逃离 等到杨娃娃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与浪子共处一室 这个男人温文尔雅 根本不像一个衣冠禽兽 甚至还温柔的说 喜欢他那纯真的眼神 可还没等浪子把话说完 一声催响便贯穿天际 使得杨娃娃回归到现实世界 电影最后 已经做了脑液切除术的杨娃娃 被单独关到一个房间 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傻子 既失去了苦恼 也失去了快乐 也许这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但让医生感到无比困惑的是 一般病人对于脑液切除术 都是抗拒的 而杨娃娃却非常淡然 甚至还能从他眼中看到一丝解脱 好奇的他找来葛夫人询问 可葛夫人看到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 属实懵了 毕竟他压根没有签过这个字 经过调查 两人发现这个签字极有可能是拦捞伪造的 于是报警将这个人渣抓了起来 而另一个人却带着他的希望离开奉人院 那便是一起同生共死过的小田豆 但就在他准备登上开往家乡的列车时 却被警察拦了下来 好心的司机救了他 而这个司机就是杨娃娃幻想世界发布任务的老人 但问题来了 杨娃娃从没有见过这个老人 为何他幻想的世界 这个老人会是那个发布任务的人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小田豆才是真正的主角 杨娃娃则是小田豆内心中一个幻想的人 美少女特工队商用于2011年 由美国著名导演扎克·施奈德指导 艾米丽·布朗宁 郑志林等主演 感觉这是一部开发心灵潜力的影天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部片子很烂 剧情很无聊 但从另一个层次讲 对于另外一些人 心灵总不会那么好摆平 王弟觉得自己才是心灵主宰 不管经历过什么 不管曾经多么脆弱 只要还渴望自由和生活 就没有理由不去追赶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